ID阵容有千万 鱼钩竹笋占一半 没有鱼钩草竹笋的ID比较难有灵魂 你看这个阵容只有鱼钩草和竹笋 开启阳光不多不少又是250 但光凭借着126的火力 就给这些阳光还是很难破的 而且五路有个火指鹰 毕竟其也只能是猴子派来的路B 我们来看下僵尸的出场情况吧 第一波16来了个路障 但不管你是姐姐 在鱼钩草面前主要后面没有僵尸 那都是一招毙命 接下来会出铲哥 还会出矿弓和三只指鹰 然而既在二路一堆豌豆猛烈的攻击下 和纸杀没区别 鱼钩草休息完毕之后 又会把铲哥扔到三路的矿弓附近 这个时候 我相信不少人会选择 把铁桶放一路吃大蒜 解决二路植物 但是需要注意 一路二列有磁锅 而且二路主损铁桶也没法吃掉 这边我本来想要用矿弓来吃损的 但作者丢了一句 禁止矿弓出损 这个该怎么弄啊 后面又会来二路气球 直接吃损 那该如何打破高血量的气球呢 大家可否记得这个空中无限旋转的淘金 那这边说一下原理 鱼钩草把僵尸甩到后方时 僵尸的状态就会选空 一旦被勾勾的僵尸主动碰到其他僵尸 两个僵尸都会受到伤害并悬晕 但其他僵尸主动碰被勾的僵尸是不行的哦 你看 空中上有个甜菜 那我们用鱼钩草让铲格变成浮空状态 甜菜的击腿真的能让气球度低吗 请各位睁大眼睛注意一下这个气球 我的天呐 甜菜的三连击退不但铲钩断壁了 而且气球也顺利掉了下来 但还没完呢 甜菜最后的根部也有大用 就是来勾引渔夫 不过大蒜期间被勾走 气球吃不到大蒜只能前功尽弃了 气球吃算之后去二楼杀光所有植物 一路基本就是渔夫慢慢勾即可 哎 你看四五路 我看到的窝瓜 这场景 我熟啊 窝瓜又又又是那个一号 这边五路先用橄榄车推下海藻 顺便放飞行器 这样飞行器就会被热辣海藻吸引到四路 窝瓜就可以飞到四路 橄榄车就能隔行推直物 让火指引头手只能回去 唱跳rap 四五路几乎全部搞定 接下来就基本上只剩下三路了 看到这里我猜很多人都会直接放三个铁桶 或者一个橄榄车 毕竟柠檬是金属类防具的杀手 朱小弟的血量也很厚重 但是 有时候不求最优解 就很难体会到这关的精髓所在 隔壁凯哥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套路 当僵尸进入掉头垂死状态 且僵尸没啃咬他的时候 朱小弟就会损失很多血量 甚至阵亡 那我也来越越渔市 看到渔夫勾过来个斯蒂菇了没 那我这边卡一个柠檬烧场的攻击延迟 斯蒂菇吸走防具之后 剩下的僵尸就会很快打死 诶 看到没 僵尸阵亡没啃咬之前朱小弟正好弯腰 这样朱小弟损失大量的血量 最后阵亡了 斯蒂菇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把自己的队友杀害了 我猜测 对于垂死僵尸任性自然下降的掉血状态 转嫁给朱小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最后五路风格飞行器吃掉五路三个甜菜 由于磕头身材手短 一路渔夫慢慢勾走 只能说他还活着 但已经死了 最后阳光1750 这关终极来说还蛮不错的 这关是我根据柠檬哥的关系而改的 也欢迎各位来挑战哦 好 我庆赞粉 下期再会